有人認為如果你想要在生活中獲得更多的快樂 與人分享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開始 但是分享不只是意味著你去旅行的時候 可能要幫親友多準備幾包薯片和火鍋料 同時你也要為他們帶來更多的貼心和舒適的空間 而貼心和舒適空間其實正巧和我們今天來西班牙試駕的 全新Skoda Kodia 一模一樣 這輛車在全新改款之後 究竟增加了哪些魅力 今天的影片就讓我們一起來認識 在車輛設計方面 全新的Skoda Kodia 它和品牌最新的電動車Niang一樣 它大量採用這種水晶造型的元素進行描繪 好比它的頭燈設計的時候非常璀璨 而且這具TopLED頭燈 現在還增加了照明的輸出還有自動變換光型的時候的細膩度 還有在水箱護照的部分 它也加入了自動風阻調節的功能 這樣可以讓你在車輛不需要這麼多散熱效能的狀況之下 幫你帶來更好的風阻 自然也可以節約油耗表現 不過要談到與舊款Kodia最大差異呢 如今這輛車它雖然軸距以第一代車款相同 大概都是2.79米的長度 但是呢車尾增加了大概約6公分 這個長度呢自然可以讓你的行李空間來得提升了一些 以七人座車款為例 當你在五座狀況之下 815公升的後向容積 如果七人座狀況下 還可以帶來340公升 如果你把第二三排全部躺偏的話 那當然超過2000的公升 絕對夠你裝載 而且呢這一次更大的空間 事實上也可以讓第三排的成員坐得更加舒服 即便說腿部空間它或許沒有辦法改善 但是呢頭頂它增加了1.5公分 可以讓人更輕鬆的來坐在第三排的這個座位上 而在車艙一坐上來 其實我就可以立刻感覺到 除了新一代車型 它整個設計的質感都更為加分之外 Sherkoda的車款一向有一個設計是我非常喜歡的 那就是它的座椅 支撐力一向非常的充足 同時大腿腿拖都是比較翹 這樣呢我會覺得坐進來 一下就可以找到自己舒服的坐姿 而且可以帶滿滿的支撐感 當然新車也少不了數位介面 除了數位儀表之外呢 現在中控也換上了13吋的設計 這個主機呢不只現在已經加入了 像是無線CarPlay連結 更喜歡的是在於 它在中控下方還加入了三環控制旋鈕 你只要透過按壓 就可以快速進行功能的切換 無論是行車模式風向溫度 你都可以快速進行調節 那這樣呢 駕駛也不再需要把注意力 一直放在中控螢幕上 你就可以把注意力 好好專注在開車上面 這個當然也有助於提升安全 另外一方面 因為全新的Codec已經將排檔 改到方向爬的後方位置 這個時候中央安坐大量的空間 就可以進行釋放 同時Codec他們引以為傲的小巧思 就會開始發揮 比方說杯架的部分 它有一個擋板可以上下滑椅 這樣可以讓你原本有兩個杯架 變成四個 或者說你在裝一些比較高的營調的時候 它也可以帶來更多的支撐 那在前方除了有兩個 無線手機充電座之外呢 有一個非常可愛的小柱狀體 它其實可以幫你清潔螢幕 這樣你車上就不需要再放試鏡布了 真的是超級貼心的 在安全表現部分 新Codec也帶來了升級 現在它的盲點偵測系統 偵測距離已經增加 那自然可以幫你更好地辨證後方的來車 同時呢 像我現在在運用的這個半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它也可以非常積極地 把車輛維持在車道中央 甚至你有時候在過一些大曲率的交流道的時候 你都可以發現這輛車 很聰明地幫你把車子開在車道中間 在駕乘體驗方面呢 不講各位可能不知道 現在我們在高速公路上 超過百公里的車速進行巡航 同時我駕駛的還是一輛柴油版本的車型 儘管這個版本未來可能不會導入國內 但是你可以發現 Codec因為它整車的競速性又有在提升 即便像我現在把油門踩下去 其實並沒有太多的柴油噪音會傳入車內 這個是非常棒的 那騎士呢 我昨天事實上還體驗過他們最新的1.5升PHEV車型 那輛車它擁有204匹的最大馬力 還有35.7公斤米的扭力 變速箱一樣是DSG 但是跟我們未來台灣會看到的 1.5和2.0車型不一樣 它不是採用DSG7速 而是採用6速的版本 在那套動力系統的設定下呢 我覺得非常棒的在於說 1.5PHEV車型不只可以帶來100公里的純電續航能力 像台北桃園上下班的通行 都已經可以完全交由電動來完成 同時呢 我在加速的時候也會發現 那輛車因為低轉速的時候 還有電動馬達的輔助 那自然可以讓我覺得說 即便這麼大的一台 我家座休旅 它配合是1.5升的引擎 但是它加速並不會過於的疲軟 尤其是在一般市區道路紅燈起步的時候 它其實是相當輕快的 只是說呢 後段加速的部分 因為它最大馬力就只有204匹 所以或許並不是一輛這麼運動化的車型 另外相當值得讚許的是 全新的Codea 它不論是搭配一般懸吊的車型 或者是說高階版本 它擁有DCC Plus的這一個可變阻尼懸吊 這兩套懸吊在我兩天的體驗之下呢 我個人認為一般般的懸吊 其實就已經非常非常的棒 你在通過一些橋接縫的時候 懸吊輪胎可以快速的進行收縮跟伸張 幫你濾掉大部分的這種車輛起步 我在車內只會感覺到一點點的晃動 這真的是非常棒的設定 那至於現在品牌非常引以偉傲的 DCC Plus的這一套可變阻尼懸吊呢 它透過行車模式的調整 我個人認為即便它是在Sport模式之下呢 它依然可以帶非常舒適的表現 但是同時它卻可以讓你在彎中呢 帶更多一點點的支撐性 所以我認為未來的Codeac車款 不論有沒有DCC全調 它整體的調性都是非常的舒適 而且適合家庭的 如果要跟各位分享全新的Codeac 是不是一輛真的各方面都無懈可擊的車款呢 我個人認為這輛車其實還有幾個小小的罩門 比方說它在第三排的空間呢 不像一些新的寒氣休旅已經開始加入了第三排座位的通風功能 再來像是它的定速撥桿 它還是藏在方向盤的左下角 我有時候在使用上的時候呢 當我對這輛車還不是這麼熟悉 常常就是在那邊前推後拉的 這樣再相比它方盤右邊盤輔 這些儀表的控制功能其實並沒有這麼常用 假設儀表的控制和定速撥桿 這兩個功能可以進行位置的切換 其實會讓我在使用定速的時候更為便利 那儀表切換偶爾摸一下下面的撥桿 我覺得這個是最沒問題的 另外一方面 儘管我認為新的Codec 它的360度環景鏡頭 已經可以讓你非常清楚的 辨識車輛周遭的障礙物 或許是因為中控現在又在更放大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畫質上 還是有一點點那麼差強人意 未來小改款後如果可以帶來更好的鏡頭 或許可以讓體驗更為加分 這一次在試駕全新Codec的時候 我感觸是滿深的 因為這輛車不只全方位的表現 都比初代車型來得更好 同時當我們回首過去 最早Codec這個品牌 是在一個比較保守的民風 共產政權體系下努力發展的品牌 那後來雖然非常幸運加入到福斯集團 但是也在好一陣子的時日中被大家視為說 你如果要以便宜的價格買到福斯科技 你就選Chicoda 但是現在Chicoda不一樣了喔 它除了擁有更為細膩更為高質感的設計 它們還擁有像是品牌獨有的巧思 儘管像全新的Codec 它沒有像福斯的作品這麼強調年輕動感 沒有像Audi這麼強調科技奢華 但是全新的Codec卻是一輛充滿溫情的車款 它非常適合你和親友們共同分享 你們可以在車上創造非常美好的旅途回憶 再加上如此豐富的配備 我真的很期待全新Codec能夠盡快導入台灣市場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